也许就在某一个瞬间 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小狗老了 比如说以前每天回家 它都会准时出现在门口迎接 可现在你回家时它头也不抬 因为小狗已经老得听不见开锁和关门的声音了 需要你稍稍迁就一下 它在它耳边轻语一句 狗狗才会知道自己最爱的人回来了 今天江迅犬师见到了这只16岁的金巴 可能是因为和它家里那条科技同岁 所以聊天的时候格外有亲切感 它说金巴平均年龄也就13岁左右 能坚持活到16岁真的很不容易 它记得自己上小学那会儿 大概九几年的时候 大街小巷还能看到不少养金巴的人 可现在真的很难见到了 金巴热潮已经被贵宾犬热潮所取代 可能是因为这个犬种比较容易生病 它们脊椎经常出问题 几乎每一只都有关节炎 不舒服的时候走起路来哼吃哼吃的 听着训犬师一向像罗列 女主人特别有认同感 她说这只金巴并非自己从小养大的 它本来是沈沈家的小狗 可13岁的时候得了肾衰竭 虽然抢救回来了 但恢复期间一直是独自待在家里 白天沈沈要上班 忙到深夜才能回家 她觉得金巴特别可怜 就主动提议将狗狗接到自己身边 因为她公司对宠物非常友好 只要不乱叫就可以共同上班 所以从那之后 给小狗养老的任务就交到了女主人手里 而这三年多时间 她真的是见证了金巴一步步衰老 更衰老的全过程 狗狗要克服自身的关节疼痛 还一直在跟肾衰竭做斗争 而且就在几天前 才刚刚被确诊为老年痴呆 谈及这个话题 女主人眼圈微微泛红 她说小狗痴呆之后 最明显的征兆 是分不清楚白天跟黑夜了 她现在经常一整个白天都在睡大觉 临近深夜才会清醒一会儿 然后像找人一样 她在地上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哼紧 听的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其实女主人十个月前才刚刚生产 现在一直居家带孩子 按理说狗白天睡觉 不多分担她的经历 应该是件好事才对 可她总担心小狗睡着睡着 就醒不过来了 所以只要对方起身活动 她和丈夫肯定会抽空陪狗狗晚上一回 看着对方活泼却笨桌的模样 也算是一种新奇的感觉 而且金巴上了年纪后 跟盘山学步的宝宝莫名还挺大 她特别喜欢婴儿用品 所以孩子不用了的那些小玩具 小衣服 都继承给了这条狗 完全没有浪费 虽然去世很多 可让女主人头疼的是也有 随着年龄增长 吃饭变成了一项大难题 几个月前金巴还能完成光盘行动 但这段时间已经连独自进食都做不到了 即便通通换成小狗喜欢的那些高脂肪 高蛋白食物 她也很难对吃饭这件事提起兴趣 要想逼她摄入能量 需要那么一丢丢小技巧 而这点男主人完成得特别好 都说饭要抢着吃彩香 这点特性在金巴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如果把食物直接送到她嘴里 狗狗会一个劲往外吐 表现得特别厌恶 但如果用激将法稍微勾引一下 让她主动尝到食物的味道 狗狗就会觉得也还不错 接着吃下第二口 第三口 听着女主人口中描述的丈夫 又看着男主人因为担心小狗 将金巴吸心抱回睡袋中的模样 江训犬师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突然有些微妙地笑了笑 问男主人有没有设想过 万一遥远的某天 狗狗真的离开去了汪星 妻子很伤心的话要怎么办 没想对方一咧嘴也无奈笑 这时训犬师接着说 他妻子曾经在结婚前放过狠话 如果切尔西去世了 就要和他分手 搞得自己当时哭笑不得 江训犬师说这番话的时候 男主人的表情也从开心 一点点转变成了感同身受 他说自己其实很感谢这条狗 在孩子出生之前 甚至追溯到他跟妻子 刚刚开始约会那段时间 金巴一直在他们的生活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为这条狗的存在 他和妻子的感情越来越深 如果非要挑一个 他人生中最感谢 最喜欢狗狗的时刻 那大概就是孩子降临世界的那一刻 他在爱人跟伴侣犬的 共同见证下 迎来了一位新的家庭成员 听着男主人的碎碎面 那些一点一滴的幸福时刻 都通过语言传递了过来 江训犬师看看小狗的模样 说他那么坚强 肯定能活到20岁 虽然精神头不够了 但其实每次听到讲话声 都会晃晃耳朵 就好像躺在摇椅上的老爷爷 突然睁开眼睛 和这对夫妻俩聊过之后 江训犬师也感慨颇多 大概几周后 他挑了个不忙的日子 推着家里同样16岁高龄的科姬 来湖边散步 走到平坦路段时 他把狗狗从推车里抱到地上溜达 相较于那只金巴尔眼 切尔西看起来更健康一些 他正常走路没什么问题 步伐轻快关节也不疼 眼睛炯炯有神地看向前方 两只大耳朵立在脑袋上忽散忽散的 可惜耳朵仅限于装饰作用 实际上已经听不见了 这些人都很喜欢在日本 以前在日本去的 一人一狗就这样晃晃悠悠地穿过花丛经过湖面 虽然整体看下来活动还挺灵活 但仔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狗狗也脚滑过几次 无论外表多么童年 那里都是个16岁的高龄奶奶 而且就在他们走到大桥尽头时 切尔西被一行排水口拦住了 他很努力地想蹦过去 却最终因为力量不足失败 看着这一幕 江逊犬师觉得又可爱又心酸 没走出几步 他就把狗狗抱回推车里面 然后沿着湖边又绕了一圈 其实在今天这场散步之前 他没想到切尔西会那么开心 毕竟在上了年纪 身体还不太舒服的小狗面前 任何狗主人都会不自觉紧张起来 生怕爱宠磕了碰了 恨不得他们健健康康 长命百岁才好 不过真出来溜达一圈过后 训犬师又忍不住开始反思 自己是不是有些保护过度了 毕竟狗狗这一生 寥寥十几二十年 虽然说有主人在的地方 哪里都可以失家 但他们肯定也想再多看看 那些除了家以外 主人见过的美好风景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不管那只金巴 还是江迅全世家的科技 能看到小狗十六岁健在的模样 就已经很让人感慨了 也许对于主人而言 一生会拥有好几条狗 可每只小狗这一辈子 都仅有你一位主人 生离死别无法避免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